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電視有話好說 今天除了颱風呢 可能很多人都關注一個題目 就是這個畫面 這是什麼 劉德華開演唱會 在小巨蛋 臺北市 好 不過呢 因為颱風來襲到今天下午才宣布 今天晚上的他的這個系列演出的 第一場停辦 改到十一月二號 星期六中午的十二點補辦 不過今天我們不是要來談颱風 今天是不是應該要停辦演唱會 而是另外一個部分 因為這一次劉德華在台北 小巨蛋的四場演唱會 所以為了要杜絕黃牛 所以開放購票的時候 他採取是實名制 這多少也反映出 近來有些民眾對於黃牛搶票 高價轉售的不滿 今天晚上我們要從多面向 來討論黃牛問題 在進入這個議題之前 當然我們要關注的是 各位現在門窗外面 都聽到風雨聲很大對不對 是的 颱風康瑞 已經來到臺灣了 好 他目前的一個最新動態呢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一下 康瑞颱風中心在尖銷1點40分的時候 在臺東線的成功證登陸 不過一上來2R結構 就被地形破壞了 我們護國神山很厲害 所以在下午五點鐘的時候 他就從強烈颱風 減弱為中度颱風 並且在剛剛晚上 大概6點40分的時候 在雲林的麥寮出海了 根據剛才氣象署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七點15分 發布的最新警報 剛才他們七點鐘 康瑞七點鐘的中心位置 在這個地方 我這裡 好 這個位置大概是在北緯 二十三點八度 東京一百二十點一度 也大概就是在這個 我們這個出來一點點 但是大概就是說 以澎湖來看的話 澎湖在這邊 大概是他的一個東北東的一個海面 大概是六十公里處的地方 好 那基本上 他現在前進的方向 是以每小時二十一轉三十一公里 快速的開始移動 向哪個地方 向北轉北北東的方向來前進 目前中心的氣壓 大概九百四十五百帕 而進中心最大的風數 每秒是四三公尺 多快 換成的時數是一百五十五公里 很快 相當於十四疾風 瞬間最大的陣風有多快呢 五十三公尺 換成的時數是一百九十一公里 有夠快 相當於十六疾風 而且他的暴風半徑 大概七疾風的平均暴風半徑是兩百八十公里 十疾風大概是一百公里 所以基本上我們剛剛講了 全國現在都受到康瑞的影響 請大家務必小心安全 那預估呢 明天才要遠離我們台灣 預估到明天下午五點鐘的時候 會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大概就是在北北 二十八點五度 東京一百二十一點六度 大概就是在馬祖 這個地方的北北東方 大概三百一十公里的地方 待會八點四十分 我們還是要來連線 中央氣象署的記者會議 來看康瑞最新的動態 至於災情的部分 我們現在要連線到中央災害 一面中心 請一面中心的作業協調組 副組長 沈逸哲 來 逸哲 是不是請你告訴我們一下 現在風災最新的狀況呢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 有關康瑞颱風 目前正式籠罩臺灣 那所以目前中央跟各縣市都成立了 中央災 都成立的應變中心 而且都是一起開設 那在警戒區域發射的部分 有2165處 那這些發射區域 當然大家如果該撤離就要撤離 那至於在整個一個災情的統計部分 截至目前為止 那死亡是有一名 那是在南投 那是開著小貨車 然後被露宿倒塌 然後給壓到 有一人死亡 然後一人受傷 那在受傷的部分 有205人 多是外出的時候 不慎被露宿砸傷 或者是被 吹下來的東西的砸傷 所以也提醒各位 盡量不要外出 那在災情的狀況部分 在露宿倒塌 廣告招牌 或者是有土石崩塌 屋頂掀翻 或者是我們交通耗置 有掉落的情形 總共有3668件 所以災情算是還蠻多的一些事故 那所以在這一段期間 還是要叮嚀各位 盡量是待在 台風田是待在家裡 最好不要出門 那不要去關浪 不要去釣魚 也有發生有幾次 有幾個案件 都是因為去釣魚而受傷 那甚至 這樣是得不償失的一個情形 至於如果有停水 或停電的情形 停水請撥1910 停電的請撥1911 都有一些客服專線 可以來為民眾來做服務 那以上是我的一個說明 好 謝謝益哲雄 謝謝所有參與救災 跟防災的人員 謝謝你們為大家的服務 接下來我們要看 各縣市明天停班停課的狀況 目前我們說到確定 明天停班停課的 包括南東縣仁愛新義鄉 還有新北市烏來區 還有桃園市的復興區 這都是當地政府依照他明天的風雨狀況 來做決定 待會會不會有更新的更正 我們也會持續為各位來做一個更新的狀況 至於康瑞最新動態 待會再講一次八點四十分 我們再連線中央氣象署的記者會 接著回到我們今天晚上的 討論的主題 黃牛 事實上最近很受到國內歡迎的一些歌手的演唱會 還有體育賽事 喔 開玩笑 好多耶 張學友 周杰倫都傳出黃牛票的狀況 而且引發民眾不滿 就連不用錢的國慶晚會 想要來聽二姐將會開金賞 也是一樣 而且很多民眾努力搶這些票 搶不到 竟然在網路上看到有黃牛在兜售 而且像是周杰倫演唱會 有黃牛公開說我手上票很多 當然不用講票價也多很多 好 再讓觀眾當些消費者 看到之後心情怎麼好得起來 結果發現有人寫程式來搶票 更是讓人家覺得不公平 政府也已經注意到這些問題了 好像是文化部在網路上 開設黃牛檢舉專區 警方也積極抓黃牛 好像是逮捕到一對 號稱全臺灣最大販售黃牛票業者的 劉姓男子跟張姓女子的夫妻檔 他們有一個將近五萬人的LINE的群組社團 可以說周杰倫的演唱會 他們手上就搶到了一百多張 一百九十八張 快兩百張 而且收了訂金多少萬 兩百萬元 接著還有一名十八歲的黃姓高中生 周杰倫的演唱會五千八百八十塊 他買下來之後 他用網路兜售賣了多少 四萬零八百八十塊 當場賺了三萬五千塊 然後就被抓了 好 再來十月二十五號警方也逮捕一名 邱慶黃牛 結果發現他兩年前是工程師 那時候為什麼會轉行 因為他想要看韓國天團 BLACKPINK的演唱會 結果買不到票 只要高價買黃牛票 結果發現商機比當工程師還好賺 所以他開始自己寫程式 不過他自己的程式 跟不上售票網站的升級 防幣 結果他現在只好怎麼樣 改跟中國工程師合作來搶票 好 搶到了多少 三十六張周杰倫門票 當然最後也是被我們的警方來逮捕 事實上最近被逮捕的黃牛不只這些人 我們截止就來看看下面自責報導 一進到網咖 裡頭全都擠滿要搶藝人周杰倫演唱會門票的民眾 有搶到票的民眾還興奮到歡呼 但這位男子卻是警方鎖定涉嫌搶票的非法黃牛 追查發現劉信男子等五人都是電腦工程師 二十三號開賣後利用搶票軟體取得多達四十八張周杰倫演唱會的序號 在以每張加價兩千五到一萬五千元的價格轉售 而且他們也不是第一次利用城市搶購演唱會門票 加上會選擇高頻寬的地點來搶票 不法獲利已經有三十三萬 五人被移送台中檢方偵辦 台北市警方也抓獲架設臉書粉絲專頁 專攻交易黃牛票的邱信男子 邱賢有工程師背景 透過假帳號搶票程式 購買熱門演唱會門票 再透過臉書粉絲專頁夾夾兜售 這次周杰倫門票銷售炙手可熱 邱賢就向網友收取新台幣一萬兩千元 到三萬元的預購門票費 初步清查有近百人已經付款 準備買票 警方查扣演唱會票券五十七張 包含預購票券三十六張 現金禮券六張等物品 訊厚依偽造文書 違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等 將秋嫌送辦 北市從二二三號起到二十六號中午十二點 為止以查獲加價販售票券 共計六十件六十二人 而各界關心查獲的黃牛票後續 台北市長蔣萬安表示 會持續跟主辦單位溝通 不管是重新釋出或是公益使用等用途 記者綜合報導 說到黃牛 有可能是我們進來政府推動演唱會經濟的得力者之一 不過很確定的是 他們不受歡迎 而且確定應該是地下經濟的一部分 因為逃漏稅嘛 但是有人認為啦 這種是市場機制的一部分 到底我們應該怎麼樣來看這個現象呢 又該如何應處 今晚就請專家學者 透過不同的面向 不同的角度 為我們深入解析 介紹今晚來賓 第一問我們要介紹的是台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習教授 林永仁 林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徐哲玉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的 今天我們的線上呢 還有一位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所長羅成中 羅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好 一開始我先請林老師好了啦 林老師我們先來談一下 您怎麼來看這一次這樣的一個事件 因為真的有些人認為 喔 黃牛真的很不好 但是也有人也是認為說 他是一個經濟行為 您怎麼樣來看這樣的一個現象 是 我們比較從經濟的角度 來看待黃牛這件事情 那事實上黃牛一直都存在 那從經濟的市場來看 他事實上不太可能消失 所以在黃牛的這種相關的處理上面 其實我覺得如果我們從經濟的這種角度來看的時候 事實上他可能會更圓滿一點點 那黃牛主要就是說 為什麼消費者這麼反彈的原因 最主要他擷取了所謂的 我們在經濟學上叫做消費者剩餘 譬如說消費者可能約一付五千塊 可是我們的這個收票公司 可能賣兩千塊 所以他覺得他有三千塊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剩餘 那所以黃牛他使用比較高的定價 事實上就會讓我們的消費者 他覺得就是說他的權力被侵害了 那同時他也買不到這些門票來觀看 他喜歡的這個表演或是賽事 所以我們最主要處理 我們從這種所謂經濟學的角度來看 那我們覺得如果從市場機制來看待 這件事情的話 那也許我們未來在整個處理上面 會更周延一點 那老師我們想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說當然從市場機制是這樣子 可是會不會有些民眾 因為我很努力地去敲 我看到有好多孩子傳在網路社團 就是他們告訴我 我就是要敲那個票出來 結果發現沒有敲中 結果發現人家手上還不是一張 我們剛剛講的幾十張 甚至有一百九十八張 那對於有搶到的票的人來講 可能沒有感覺 但沒有搶到票的人 他現在可能感覺不會去想到 所謂的消費者剩餘 他感覺上是為何如此 他們是不是有用一些不好的一個機制 對 您提到就是重點 就是說沒有買到票的這個觀眾 他事實上一定非常的氣氛 對 那所以其實我們當時就是說 建議在處理黃牛票的時候 事實上應該是針對這種所謂的 我們講的數位犯罪 或是大量掃票 用機器掃票的 這一些重大惡性的 這些業者加以處罰 那有時候 例如說我們朋友之間的這一種轉換 那事實上我們認為這個部分 其實應該予以忽略 因為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他事實上是一種商業的機制 那我們政府需不需要過渡到 整個的市場機制當中 來處理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是有討論的一個空間 是 當然我們就請教副董事長 您站在律師的角度 還有包括消費者保護的角度 您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現象 其實消極會一直都很關心黃牛 這個議題 我們在二零二三年的時候 就曾經出來開過記者會 這種等於算是趁人之危 趁人之危 的一種行為 其實消極會認為這樣子的行為 其實是蠻惡劣的 所以應該要設法來加以遏制 更何況現在已經不單純的是 娛樂票券有黃牛 交通票券也有 火車票 一票難求 尤其是東部幹線 甚至在網路上有賣 那個醫院的掛號 代掛號的 就是有些名醫 掛號掛不進去 都有 但是你在這個網路上 可以找人幫你代掛號 甚至這個連蛋黃書都有黃牛 也就是說現在各行各業 都已經有黃牛 趁人之危的這個行為 那或許有的人絕對說 只是演唱會 反正我沒有想要去欣賞的人 沒有影響 可是對於那些 比方說像要掛號 掛號掛不進去的人 他可能因此生命會受到危害 健康會受到影響 這種你如果想要掛 某一個醫院的號 你就必須要多付錢 這樣趁人之危的行為 我認為說政府是沒有辦法不管 應該要適度的加以介入 是 不過當然 我們也看到有一個案例 我就不講那個案例的狀況 就是說有人他要賣一張票 所以他賣這張票的做法 就是他有一個另外一個商品 那因為那個案例 大概是說某一個啦啦胸 快講出來 就是某一個棒球隊他的那個啦啦隊員的一個什麼特別商品 他用這張票附在那一個 但是他強調的是他賣的是那一個啦啦隊的紀念商品 但是我手上這張票 贈品 律師 如果這樣的角度去講 他創造的是這個商品的附加價值 他不是在這張票所謂他的黃牛費用的部分 那這樣的話 最後法院上判決 就讓人家感覺到是說 他法院的判決 覺得說可能這部分就沒有黃牛的身份在 可是這個就回到一個問題是 就像剛才老師今天所講的消費者剩餘的概念 他可能把消費者剩餘灌到那個商品上面去了 這中間的拿捏 會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到底黃牛的角色是什麼 你看法院這樣好像有點像認證 沒有事的感覺 這樣等於算是一種幫鬥的行為 各行各業都有 尤其是在這個消費會跟各種 就是比較聰明的業者之間 鬥志的過程當中 就是買A送B 買A綁B 因為現在比方說 那個很多的課程可以退退費 上了一定的時間之前可以退 商品不能退 那所以就會有買商品送課程 買鋼琴送鋼琴教學課程 買電腦送電腦教學課程 這樣的情形已經屢見不顯 這樣情形非常的常見 在實務上應該要認定為 這是一個規避法律的一個行為 那顯然這個買賣雙方都知道 要買和賣的標的是什麼 那這個如果說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規避的話 那這個黃牛的行為就恐怕會無法進絕了 這個其實在適用上 就是判斷的人 在法院判斷的人 應該要跟上時事 要瞭解一下現在社會上實際上是怎麼運作的 是 盧老師 我們線上有陳中盧老師 盧老師這樣講起來 我們也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黃牛雖然這個行業很久 但是感覺上他有跟上時代的腳步 於日俱進 他有他的技術的一個改良 像以前甚至他要在當面賣票 現在不用 現在看抓到的都是可能利用釣魚的方式 因為他們的買賣是用序號的方式 盧老師你怎麼樣看說 黃牛這樣的現象 從過去到現在 甚至有與日俱增 那個技術更新的狀況 這個現象 您怎麼樣解讀呢 我先引用一下 剛才那個林教授的一句話 他其實是黃牛不滅 就是說在所有的領域 都會有這樣的行為 因為他是一個供需的市場法則 當需要的人很多 那供給其實又趕不上的時候 就有人 就有一個行業會從中間去牟利 所以黃牛不滅 那我們先從歷史上來看 我們真正立法去管黃牛的 其實是社會秩序維護法 這個時間大概在90年代 那我們處理的方式 那時候也很簡單 就是說反正你用這樣的方式 你不是公自用的 你去收集這些票件 然後再加價賣 那這樣的話 我們處理行政拘留 或者是多少多少的罰還 但是基本上那個都是很輕的行政法 那我們這樣子就過了二十幾年了 那真正比較大的轉變 剛好就是去年 為什麼呢 我們剛才看一下那個新聞所抓到的那個案子 他因為是文化創意發展法第十條之一 規定了以後 他有翻兩種 一種是如果說你是加價賣的話 我還是行政法 但是我罰你 呃票面金額的十倍到五十倍 但是在裡面呢 也就是剛才主持人講的 因為現在時代不同了 會有搶票程式 這種東西出來的 所以他又規定了 不證的方式去購票的話呢 這個就是刑罰了 這個很特別 就是說檢察官要跳出來管喔 所以呢 我們才可以看到這 在整個案子的偵查過程中的話呢 我們檢調就出來了嘛 因為呢 他是屬於三年有效 以徒刑的一個案子 好 那這個其實他除了文化創意發展產業以外的話呢 其實去年的一個里程碑是 我們在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二十四條也訂了一模一樣的條款就來了 所以更簡單的講喔 自從去年開始以後的話呢 基本上你用電腦去搶票的話 我們就把它刑罰刑罰了 好 那這個地方呢 這個是台灣獨鍵所創獲的嘛 也不是 因為呢 我們去翻一下喔 離台灣最近的先進國家叫日本嘛 日本在2019年的時候 就已經制定了那個不證票券的一個 票券不證轉賣的禁止法 裡面呢 日本直接也是用刑事法 最重除印野教育租行 也這樣訂來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要回想一下說 日本為什麼會有2019年那一波 因為是為了奧運嘛 他想到說奧運會有很多的票券呢 可能有些人就為了要去炒這個票券 就轉賣了 所以就超前部署了 訂了這樣一個法律 當然後面COVID-19是我們沒有辦法預測的 但至少呢 這個在我們東亞裡面的話 日本是先驅 那我們2023年就跟上了這個腳步了 那我想大概的國民 也不會認為這個事情是太過分了 因為真的對於迷歌迷姐來說的話呢 大家很辛苦的搶票 那你們這些用電腦程式的人在那邊搶票 在高價轉賣的話 其實會很傷歌迷的心了 那我再補一個是說 那個法律是為了要去整個振興文化產業 當你在做黃牛票之後 其實你不會讓文化產業更振興 你只會讓消費者迷歌迷姐更寒心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大概是臺灣的社會公司 認為說這個東西要管 那而且家教購的話呢 我們就用行政法來管 如果說你是用電腦搶票的話 我們就用刑罰伺候 這個大概就是最近的一個潮流了 好當然啦 我們要繼續討論一個問題是 我們帶海社會來討論他合不合法 或者應不應有法律來管 但這之前我想要先請教林老師 事實上在這段過程當中 我也在網路上看到有一些迷歌迷解 或者是有人在旁邊 如果說看戲的都好 事實上也有人會質疑一件事情 會不會在這個缺票的過程當中 好 我們先講的不是說某一 哪一場的那個明星 歌星 或者是他的這個演出的公司 而是確實有些人會懷疑說 有些黃牛去搶票的過程當中 可能票就是不夠的狀況 會不會可能也多少有一種可能性 他叫做飢餓行銷 如果從這角度來講 是不是可能黃牛的現象 也不單純只是一個市場供需 是 我想就是說 我有立場要先表達 事實上我非常贊同副董事長的看法 事實上我並不是支持說 不要處理黃牛 而是說我們是從市場供需的角度 來看黃牛這件事情 是 那怎麼樣能夠讓就是說 我們講的消費者 我們的這個產業 他能夠在這樣子的一個正向的發展當中 彼此都能夠獲利 那事實上 剛剛所長事長也有提到 事實上這個其實是整個市場當中的供需的法則 那當然有很多的朋友會講 那為什麼我們不 我們解決方式有兩個嘛 第一個就是我調高他的票價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增加他的場次 但是這種理想的狀況 事實上在整個藝文產業裡面 事實上我們不太容易做得到的原因 是因為藝文產業他有非常高度的所謂的需求 不確定性 我舉個例子 二姐在隱退前 在五十一天辦了二十五場 可是可能很少人知道 他其實最早開始大概只有辦機場而已 那是因為整個需求太大 所以我們才持續的這個增加後續的場次 那所以呢 例如說我們Blackpink他賣掉了九萬張 那可是我們會覺得說他可以賣掉二十萬張嗎 所以我例如說從業者的角度來看 他們在做這一些所謂的場次跟定價的時候 事實上就會採取一個所謂的比較安全跟保守的做法 就是相對低的價格 那相對有限的這種票券 那這種情況底下 他勢必就會產生 我們講的就是說有可能非常熱門的情況底下 就有些這個觀眾 他沒辦法買到這些票 那所以呢 黃牛就會因此而產生 是 所以我們覺得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那我們來看的時候 我們對黃牛這件事情的處理 也許我們就能夠使用其他的方式 所以舉個例子來講 像我們之前跟副董事長 在立法院公聽會的時候 其實我個人是主張 應該要所謂的二手票券的 這一種所謂的平台的存在 那最大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他是公開的 他受到政府的監管 那所以呢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越多的買跟賣的機制產生的時候 其實他的價格就會越接近 我們講的市場的均衡的價格 那這個時候 透明化的概念 是 那這個時候 其實對我們的消費者的保障 是最大的 那是很可惜 因為當時可能大家覺得 就是說對黃牛非常的痛悟 那所以我們就完全的排除了 這種可能的這一種矯正市場的 這樣子的一種角色 我覺得個人是覺得很可惜 不過老師 就是另外一個角度 因為我剛剛還是很好奇 因為確實有一些這個觀眾 或者是有一些民眾 他們確實在網路上發出這樣的聲音 是去質疑是說 這個過程當中 黃牛是不是也是去協助創造了一個飢餓行銷 但這也不一定是壞事的原因 是因為會不會有些的 我們不講說是個性 也有可能還有一些文化的一個表演 他透過去說 可能飢餓行銷的時候 是創造一種行銷的概念 當然我們還是要講說 這過程當中 黃牛的行為還是不可取 但是會不會也某個程度說 如果當刻意地去壓制住黃牛的行為的時候 會不會某個程度對於有要創造這樣飢餓行銷的業者來講 剛好是擋到他的路 但是有另外一方面也會有人去質疑是說 黃牛的一個養成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些責任會是在業者的身上 因為你也不確定 他是不是有一些類似這樣行銷的手段 我想就是說 所謂的飢餓行銷的確是存在 但是我們從臺灣的流行音樂的產業來看 那我想大家都想賺錢 這件事情是存在的 那飢餓行銷這件事情 所以舉個例子 例如說Break Pin 他事實上就不會考慮這樣的一種做法 因為這是從韓國引進 那所以事實上在整個的 這一種洽談的過程當中 他勢必希望能夠從市場當中獲取比較大的利潤 那這個時候就像我們講 他自然會去評估一個安全 他能夠獲利的這樣的一種角度 那從黃牛的這種角度來看 就像我們講 黃牛他一定會存在的原因 是因為 因為提供演唱會的這一些廠商 他不會最大化這些場次 因為他可能會造成虧損 那所以這些黃牛事實上 就是借用這樣子的一種機會 然後大量的掃票 然後從當中取得比較大的這一種 我們講的這一種好處 那所以事實上 不過我們也必須要講 就是說 並不是美國國家 對於所謂的黃牛的處理 都採取一個比較嚴格的一種態度 所以舉個例子 美國有的州是有處罰 有的州是沒有 那甚至有的是在場內不能賣 有的是在場外多少這個距離不能賣 所以他事實上是一個非常複雜的 我們講的經濟的這一種行為 那我也要呼應剛剛副董事長所談到的 其實我們認為處理黃牛票 要有所謂的比例原則 我們應該優先處理的是 他跟公共事務有最強關係的 所以舉個例子 我們講的交通或是例如說 這種看診 那例如說他可能很多是市場機制的 這種行為 那我會認為政府在當中盡量給予一些彈性 他的確會更能保護所謂的消費者的權益 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所有的票 這個一定會有觀眾買不到 這個是一定是事實 那只是說 因為現在數位發展得非常快速 那這樣的聲音往往他會比較大 那我們也覺得這是好的 也就是說讓我們更瞭解 就是說我們消費者的需求是什麼 那我們盡量去滿足他 但是我們也是提到就是說 我們過度的去處理某些議題的時候 他可能會傷害整個流行音樂的產業 那他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所以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國內真正能夠 我們講能夠賣黃牛票的歌手 我想我們大概可以數得出來 可是有很多的朋友講說 那我們要不要全部實名制呢 問題是當我們全部實名制了以後 那這些成本事實上會加諸在消費者的身上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有很多的業者 他可能在規劃相關的 這一種演唱會的時候 他就會去思考 那我要付出這麼大的費用的時候 我的收支平衡點過高的時候 那我乾脆就不辦了 所以某種程度 我們認為還是從市場的角度來看 那當他發生了這一種 我們所謂的市場失靈 就可能有些問題的時候 那我們來再加以矯正 那可能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一種做法 副董事長 徐律師 我就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因為我們剛剛去討論到 會不會有飢餓行銷是因為有些觀眾 有些媒體 有一些這個網路上的一個粉絲 他們是認為說會不會有助長的因素 會不會這是其中一個 但是也有些人可能也去思考一個問題 是助長因素 畢竟這些演唱會或者是藝人活動 或者甚至體育賽事 他並不是就像剛才你們兩位都有提到 他並不是一個公共利益的問題 所以他基本上他對於說 我們的這個social laws的部分 他是對社會的一個損害 事實上他並不大 在於他們那一個領域裡面 只是說對社會上 可能會有媒體的去思考 這樣的問題有什麼的 所以當可能大家覺得說 當媒體討論議題在這邊 或者是社會大眾 有很多網路上討論 在這件事情上面 覺得說好像這個形象要去處理 好 那如果是這個狀況是這樣 會不會可能 他也不是整個社會 需要去承擔這樣的責任 大家去思考一個問題 那到底是責任應該是誰做 會不會有一種可能是 在不同的一個推波因素之下 有人就認為說 是不是業者應該要負最大 應該要負起的責任才對 沒有錯啦 有人會認為說業者要負這個責任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消費者 會有這樣子抱怨 對黃牛抱怨 就是你業者的供給不足 然後又看到自己消費者 搶不到票 看到有那麼多的黃牛 可以搶到票 在這個網路上販售 因為黃牛 他們的這個一定是有利可圖 那就如同剛剛這個前面的新聞介紹的那個案例 他們已經做了大概十年了 也是應該是賺了不少錢 所以平常都是這個生活很豪奢 就不免會讓買不到票的消費者有一種相對的被剝奪感 那這個議題其實也已經去年修法了嘛 對 那為什麼今年這個話題又起來 所以可以想像得到的就是因為修法沒有達到相當的效果 那之前在去年修法 這在立法院我們一起參加空丁會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當場我也有提出這個意見 就是認為說沒有去修社會秩序維護法 去修文創法 把這個黃牛票處理的責任加諸在文化部以及各地文化局的承辦人的身上 是不是恰當他們文化局承辦人有沒有能力去對抗這些黃牛 去加以處罰 從現在的例子看起來很顯然的最後還是要靠警察來抓嘛 警察沒有抓到 檢察官沒有起訴 那黃牛就是頂多就被罰錢 被依照這個文創法罰錢 依照張數 票面金額罰款 好像沒有 不怎麼怕嘛 我可能被抓到兩張 但是我實際上獲利的張數遠遠的超過這個這個數字 沒有人會怕 我只要把下一次賣的票 那個那個利潤再加上去就好了 確實是有人在討論 是不是針對於這種娛樂票券的部分 需要花這麼大的心力 真的是有人在討論 不過蕭記會認為 這個這樣子的行為還是必須要先初步的能夠做一個遏止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市場上的這個供給不是這麼的足夠 消費者每次都會看到自己買不到票 然後黃牛有買到一大堆票 在網路上販售 而且變相的造成了這個 有一些實際上他根本就沒有票 也出來賣黃牛票 變相造成詐騙 詐騙行為 因此增加 所以這個行為 如果說沒有辦法加以遏止的話 那這個以後檢察官和警察的這個工作 也是辦不完 也是很辛苦的 盧老師在講之前 我想我們要先來看一個東西 就是事實上這樣的一個聲音 政府也聽到了 而且就連國會昨天也在做一個討論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在昨天 這個在立法院 事實上有一段立委跟這個官員的一個巡打 事實上就聊到了這個議題 我們來看看文化部長李遠 還有國民黨立委 葉遠之他們的一個對話內容 我先跟你詢問一下 另外一個不意的事情 就是我看到前兩天文化部有回應記者的詢問的時候 所謂已經受理了1300件黃牛票的檢舉案 請問最新介紹幾舉 目前是針對周杰倫的部分 大概有收到2700件的 兩千多少 你們可不可以大聲 對麥克風講 2700件 2700件 等於是說兩天前1300件 現在已經2700件已經兩倍以上了 所以之後可能會越來越多啦 你要怎麼修法去遏止 要怎麼修 我知道修法程序 我舉一個最近連續兩場演唱會 他們就直接自己訂定了 那個是實名制跟抽票制 有兩場立刻就要辦 那個可以給我們一個經驗就是 如果你用實名制跟抽選制 如果很成功的話 我們平常所採取的都是勸說 你知道我們開了多少場會議嗎 勸那個經驗公司跟主辦單位說 你可不可以用實名制 我們可以補助你錢 其實文化部想盡各種方式 但是不能勉強 所以最後如果這些都不行的話 就可能考慮修法 你要怎麼修法 你就跟我說你要修哪一條 讓我現在那一條 好 你讓我唸好不好 好 因為我們有完整的修法的概念 我們會繼續跟地方政府沿逆 考慮所俠的大型場館 就是大型場館都是由地方政府在管 我們來設計實名制入場的規範 或者優惠 優惠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 你用實名制我就給你一些補助 提振業者採行實名制入場的意願 第二 與相關單位沿山 重新思考合理的銷售成本 強制實名制 資料調查權等措施 調整之可行性 那我現在問題是說 你要修什麼法來遏止黃牛 文創法 但是請你立法院 你要修文創法 方向是什麼 你要怎麼修 翻成那兩個方向就是方向 好 你有看到事實上立委跟官員 事實上都有注意到這問題 當然要怎麼樣修 還是大家後面集思廣義 不過我們也剛剛也提到了 有好幾個法 我們也來做一個整理 讓觀眾知道 目前對於黃牛的一個現象 可能有怎樣的法律來規範 我們先看到的是社會秩序 維護法 他這邊針對的是運輸 還有遊樂票券 那這部分呢 他的行為只要是非公自用 而且你購買來之後 或轉售圖利 基本上就會罰則就是三天以下的居留 或者是一萬八千元以下的罰還 另外在文創法的部分呢 好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部長講到 他修文創法的部分 目前他是針對的是 譯文表演的票券 好 目前他的規範呢 則是如果是你買的時候呢 是這個票面的定金額 或者是某一個定價 可是你把它轉售出去的時候 是超過這個票面金額或定價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依照你買了幾張的張數 去除以你票面金額或定價的十到五十倍的罰還 另外如果你是用虛偽資料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 像是用電腦啊 或是現在一些程式啊 設備啊 來搶票購票 那麼基本上這邊呢 三年以下圖刑或科或病科 就是說你可以三年以下圖刑 或者是呢 也加上三百萬元以下的一個罰金 另外一個部分呢 是運動產業的部分呢 他是針對了運動賽事 或者是活動票券呢 就是在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的部分 好 他的部分呢 事實上也跟文創法也蠻像的 不過他一個部分是說 一種是公開販售的票券 那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有圖利的狀況 這樣就是用張數 或他的一個票面金額 或定價的十到五十倍罰還 事實上你看到這個跟文創法是一樣的 但是因為有些運動的票呢 免費入場 所以這時候呢 當然就有一些罰則 就是說如果他是免費入場 可是你是有價來販售的時候 經常就是每張一萬八千元以下的一個罰還 另外一樣 如果說是你用一些程式啊 什麼樣去跑啦 去搶票的跑 他這邊的罰則也是一樣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 盧老師 現在的法令 感覺上都有一些規範了 但是我們剛才也提到 好像有些狀況適合 有些狀況不適合 你怎麼來解讀 現在法令對於現在 我們民眾所在意的東西 是不是能夠完全符合 其實剛才徐律師講了一個 很精闢的東西 就是社會秩序維護法 這個法律是誰用的 他是警察 那警察的話呢 中央有警察 地方有警察 而且他的指揮鏈是一體的 所以說呢 你這個東西 社會秩序維護法 六十四條 三十年來在用的時候 其實警方有這個法條沒有錯 可是因為 有關於治安的事情 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們警方其實三十年來 也沒有用很高的量能 在處理黃流票的問題 但是呢 當我們到了去年的修法 修了文化創意發展法 跟暈發條例以後呢 他裡面的兩塊就是說 誰來執這個法呢 因為基本上 如果是屬於罰款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變成地方局處囉 那地方的文化局處 他有多少的人力 可以去做這樣的一個 行政法的開罰跟調查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然後呢 如果變成了不正方式購票的話 這個東西 因為是刑事責任單人 先扔到檢調嘛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雖然 去年走了一步這樣的一個修法 其實他裡面所遺留的問題 還是很多 就像剛才部長講的 那樣的一個概念是說呢 用鼓勵的方式 來去做實名制 來去做什麼的話呢 那我就有點疑惑了 我說 我今天講來舉個例子好了 周杰倫今天拜遠燦位 還要你中華民國政府 拿納稅人的錢來補助你 我覺得成何體統啊 周杰倫不欠錢啊 所以在這個概念裡面 真的我們要為了這個東西 已經不是治安問題了 他就是一個文化發展的問題提供 做了那麼多的能量 去做那麼高的一個防堵 其實剛才林老師有講到說 這個可能要去做精算一下 不要說呢 今天有人批評以後呢 我們就很緊張了呢 在這個地方設立的非常嚴格的管控機制 的實名制 我覺得這個可能還是要回歸市場經濟活動就好了 甚至我們從文化界來講 剛才其實在台灣能夠做到有黃流票的實體演唱會 不過幾個啦 現在其實這十年來 音樂人主要的收入來源都是靠線上傳流 美國也是一樣 所以基本上 只要他的東西真的大家願意愛聽的話 他可以活得很好的 那會不會因為少數的迷歌迷解 因為買不到票 買不到票給給丁丁丁丁丁呢 我們就需要用納稅人的精力跟修法來解決 這個問題我個人是很保留的 畢竟國家的政務經緯萬端 除了治安問題以外的話 我不認為買不到州級人的票是治安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 真的大家要審慎一點 不要真的是遇到的問題 我們就馬上用那麼嚴峻的手法 來把這個法規弄得那麼複雜 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好 謝謝盧老師 現在呢 我們先來為各位更新一下 接著我們剛才有好幾個縣市 還沒有宣布停盤停革的 現在已經大概都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除了我們剛才提到的 新北市屋萊區套淵市的 臺中市的和平區 還有南投縣的仁愛信義區 目前都是確定 明天停班停課 另外在嘉義縣的阿里山區 宜蘭縣的大南澳區 還有高雄市的這個桃園區 納馬俠 納馬俠區 茂林區還有六龜區 還有賈仙區的 基本上在明天也是停班停課 請大家要小心防範風雨 現在時間在氣象局 氣象署這邊也已經要開始記者會了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最新狀況 我們先來關心這個颱風的動態 目前颱風的中心位在澎湖的東北方 大約70公里的海面上 持續每小時26轉31公里的速度 朝北再往東北的方向前進 也就是說在明天的清晨 颱風中心就會非常靠近馬祖地區 提醒馬祖地區的朋友們 一定要特別留意這個颱風的動態 目前它的七級風暴風圈 大約是280公里 十級風暴風圈略微縮小 大約在70公里 它的中心強度有過去三小時 是略微減弱的 接著我們來關心一下 這個颱風降雨的狀況 剛才提到颱風目前已經進入到 台灣海峽上空了 那目前在它西半側 基本上對流沒有那麼旺盛 但是在它的東半側 對流還是相當的旺盛 所以目前在東半部的降雨 都還是持續的 另外因為它進到台灣海峽的部分 目前中心正在重整當中 也開始有一些對流雲系 開始影響到中南部地區 提醒中南部地區的朋友 接下來開始要注意 這個颱風造成的降雨 接著我們來關心一下 极短期的降雨趨勢 今天晚上剛才提到 東半邊的降雨還是會持續 但是西半邊山區的部分 也會開始增大起來 到了今天的晚上的凌晨 然後一直到明天的早上 這段時間 整個降雨的趨勢 東半邊會逐漸地減弱下來 但是西半部地區的降雨 會開始增大起來 都有可能會有局部性的大雨 或者是好雨 氣象署持續發布豪雨特報 針對的就是全台灣地區都在豪大雨範圍的 都在豪大雨的範圍之內 尤其是在東半部地區 另外在新竹 台中以及南投的山區 都是超大豪雨 另外在北部地區的部分 還有在屏東的山區的部分都是大豪雨 其他地方也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 提醒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 接著我們來關心一下降雨趨緩的時間 愛提到在東半邊的降雨 今天晚上就有機會趨緩了 但是西半部的降雨 可能要持續到明天的白天 都還是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 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風力的部分 截至到今天晚上八點為止 許多地方都已經出現很明顯的強風的 尤其是在東半邊的沿海 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以及恆春半島 都分別出現14級以上的震風 尤其是在蘭嶼以及綠島 今天都出現了17級以上的震風 南部的花蓮 北部的台東還有澎湖 普遍也有13到16級左右的震風 其他地方也有10到14級的震風 那接下來風力還是會持續一段時間 主要該提到 目前颱風的中心還在海峽上面 颱風的環流仍然有280公里這麼大 所以在東半邊的風力 短時間之內還不會馬上小下來 尤其現在轉為比較偏向是南風 特別是在東北角以及宜蘭這塊的強風 還是會持續的 另外該提到在颱風中心附近的澎湖 也有可能會到14級 另外在中南部的沿海地區 也有可能會有9到12級的強震風 再來到明天的清晨 由於颱風更往北移了 所以南部的風力會逐漸小下來 但是在西北部 尤其是雲林以北的區域 還是有可能會有9到12級的強震風 另外風向還是比較偏向南風 所以東北角基隆北海岸的強風 還是會持續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 氣象署持續發佈陸上強風特報 針對的就是全台灣各地 14級的區域會有澎湖 11到13級的區域 在苗栗到台南 花蓮還有台東地區 另外新北 新竹 高雄 宜蘭 沿海 還有恆春半島 馬祖 蘭嶼 綠島 都有可能會有11到13級的強震風 其他的地區也會有9到10級的強震風 接下來我們來關心浪況的部分 目前各沿海的浮標 都已經觀測到3公尺左右的浪高 尤其是在東半部的沿海 普遍都有6公尺以上 甚至現在目前在龜山島 以及蘇澳的浮標 都有觀測到10米以上的浪高 到了明天隨著颱風逐漸的北移 所有浪比較大的區域都會往北移 所以在北部海面 東北部海面以及海沙北部 還是可能會有5到7米的浪高 另外在南部的部分 台灣海峽南部 東沙島海面 巴士海峽以及東南部海面 浪高會逐漸減弱到2到4公尺 但是目前2到4公尺還是相當大的 提醒大家到海邊活動還是要特別注意 接著為各位說明分區的重點 蘭嶼綠島還有南部的花蓮 台東剛才提到 已經有破壞性的強風出現了 今天晚上的風雨就會逐漸小下來 但是在宜蘭 北部的花蓮還有北北基 今天晚上強風好雨還是會持續 尤其是風力的部分 明天清晨才會逐漸的小下來 桃園以南的區域 強風會持續到明天的清晨 那今天晚上雨勢才剛剛要大起來 普遍都會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好雨發生 澎湖因為目前還是距離颱風中心比較近 強風大概會持續到明天的白天才會小下來 另外在馬祖的部分 最一開始提到 就是明天這個颱風的中心 尤其是清晨的時候才會比較靠近到馬祖地區 所以馬祖地區的朋友 一定要特別留意這個颱風造成的強風現象 這個颱風目前都還在持續侵襲著我們 所以提醒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自身的安全 盡量不要外出 以上是這一集的颱風動態說明 好 也謝謝氣象署 為我們帶來的相關分析 像透過他剛剛的說明 我們也可以知道 實際上這個風雨真的要完全脫離 要到明天白天之後 而今天深夜請大家務必要小心 真的還是有很大的危險性 我們一起平安度過今天晚上 好 回到我們的現場 我想我是不是就接著請羅老師好了 羅老師 如果我們現在來思考一個環境 一個環節 怎麼樣 或許你會認為在目前這樣子 一個產業環境或者是消費者環境 或者是我們覺得也不要說動手出太大力 也不用說太小力 怎麼樣中間你會覺得怎麼樣的建議方式 可以拿捏的分寸比較剛剛好 我建議就是讓子彈飛一下 怎麼說 因為去年既然我們都修了這兩個條文 那今年就不要一直動一直動 那其實不然這樣對我們念法律的還蠻痛苦的 就是說讓這個法律轉一下 看看它使用的怎麼樣 那如果有些東西 我會帶要去修的話我們再來修 不要那麼倒洞 第二個其實還是剛才講到一個概念 其實每個行業都有黃牛 我講一個我今天下午四點的意思 因為颱風天我乖乖在家 我在搶線上限量版的模型 這什麼意思呢 其實那個限量版的模型 四點一開賣以後我就搶到了 我覺得真的是很幸運 但是很多狀況我大概80%都搶不到 那搶不到的話 其實在我們這個模型界裡面 也有轉賣的這種人 這種人就是用 可能用很多的帳戶或者用電腦的 把那個限量版的模型搶到了以後 他自己是店家 他可能就在網路上或者是實體店舖 加三層賣 那加三層賣 其實對於我們這些玩家來說 真的很生氣 可是生氣到最後的話呢 畢竟囤貨的是他嘛 風險也是他嘛 那生氣的話你只有兩種選擇 第一個那就被他加三層賣 那不然的話你就不要買 那我要為什麼講這個例子是說呢 這個東西不是生活必需品 這個不是在我們刑法的 那個妨害工商的秩序 什麼那個農產品一樣嘛 他就是一個音樂或者是玩具 一個嗜好的消費 這個東西的話呢 如果說我們還要大干戈的 動到檢警調警察 來去追這種事情的話 會不會太過分了 所以我還是回答就是說 我們就是真的 既然我們已經設定了幾個票 包括火鐵路票 包括運動彩券 包括文創的這幾個地方 把他一方面 把他刑事刑事法化 另一方面把他刑政法化以後 沒關係 我們就走走看吧 真的不要想太多的新的idea 你覺得實名制會不會有幫助 洛老師 我覺得實名制 政府不要叫人民當實名制 政府 你廠商自己要用 假設我要管控這一場 我要實名制的話 萬一他去做 可是政府你不要強要求說 甚至用補助的方式 要求民間在辦這些演唱會 用實名制 我再講一遍 周杰倫不需要政府的補助 那補助周杰倫 周杰倫已經那麼有錢 你在用那些錢補助他演唱會 可以做實名制是不道德的 可以來補助我們公事 好 可以來 我們就接著 辦理老師先好了 你怎麼樣有一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建議 給政府怎樣做 我想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談市場機制 意思說我們市場機制 事實上可以解決 黃牛這件事情 那當然我個人就是說 也不贊成文化部補助實名制 因為很簡單 他其實就是市場機制 那如果我們補助 我們講的這個演唱會 那為什麼不補助 剛剛羅老師 就是談到的模型 所以我意思說 他其實是市場當中交易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政府可以鼓勵 我們的業者去做所謂的實名制 當然實名制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就是我們個人的 個資的外洩的問題 所以這個大概都很少人談到 以我為例 我非常不喜歡把我的個資交給商人 因為他不能保護我個人的這種所謂的隱私 那出了問題是政府負責嗎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要不要實名制應該交給廠商 他來決定 那第二個呢 我們實名制之外 還可以做的 就像我們講 我們今天應該設立所謂的二手平臺 因為二手平臺 他有所謂的比較大的這種買賣的量的時候 就像我們講的 市場的機制 就會讓他更接近所謂的均衡的價格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沒有這樣的機制 的時候黃牛的存在的 因為他賣的票就會比較少 所以他就能夠獲取暴利 所以事實上 我們其實矯正這件事情 我非常同意羅所長談到的 其實政府不應該投入太多的資源 讓市場來解決他的自己的問題 所以我例如說二手平臺 我們以這個歐盟為例 事實上他們從這個今年開始 這個二手平臺 第三方要在二手平臺交易的呢 都要揭露他所有的這一種 例如說電話 然後聯絡者的email 那意思就是說 他們也看到就是說 黃牛這件事情 其實造成了我們整個市場的干擾 那他們嘗試透過這種市場機制 來引導這樣子的一種行為 在這種情況底下 事實上比較能夠保障 我們講的消費者的權益 跟產業發展的這個雙方面 不然我們過度重視哪一邊 可是其實最後受傷害的是整個產業 當整個產業蕭條了以後 事實上我們的消費者 事實上也不見得能夠從當中獲利 所以我們為什麼講 要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事實上我們是從這個比較學理上的角度 來看待黃牛的這件事情 不過老師 那如果就我們剛才也看到那個 我們也把目前的三個法 我們剛剛看到包括是這一個社會秩序維護法 我們也看到文創法 我們也看到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就目前在這個法規的部分 您怎麼看說是不是就足夠 還是說會不會你反而覺得有得太嚴 還是說可能有些部分 你會覺得太慫 事實上我覺得這樣的法則 事實上是可以的 因為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一直強調 我們不要去處理 例如說個人之間的這種轉讓 譬如說我們應該政府要著重 我們所有的這種權力 去打擊這種所謂的掃票 或是機器人的這種 大量導票的這種行為 那這個行為打擊了之後 他自然會讓整個這一種所謂的票券 更容易取得 那我覺得的確是能夠幫助整個的市場 他恢復比較健康的一種情況 最後就請副董事長 徐律師來跟我們看一下 從消費者的消息會角度 怎麼樣可能給政府一個 更完整的一個建議 消息會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就開過一個記者會 有提出我們的意見 我們的意見 當史文創法跟這個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其實我們認為說沒什麼太大用處 修法沒有什麼用處 認為說修社違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可能比較有用 也就是把這些非公自用 意圖轉售圖利 只要他刊登轉售圖利的訊息 把這個訊息上架 他就加以處罰或許可以比較容易的 能夠來加以遏制 因為現在都是利用網路的方式 在做銷售 還沒有賣出去之前 只要刊登訊息 就加以處罰 看看是不是能夠比較有效一點 我們的意見是認為修社會秩序維護法 那至於實名制 剛剛我們看到立委跟這個部長 在這個立院有一段的對話 實名制為什麼也不會太有用 就如同剛剛所長講的 其實現在能夠有能力把這個票 讓黃牛去搶票的演唱會藝人 也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實力 如果規定下去就變成說所有的藝文表演產業都必須要全面做實名制 我們在這個文化部之前 前幾年在開公聽會的時候 業者就表達反對的立場 因為如果我的票本來就沒有辦法全部賣完了 我還要做實名制 增加我的成本也增加消費者的負擔 所以說業者這方面是不太願意的 這一個理由就是說 改採實名制只是讓現在的黃牛先把票買來了 再上網刊登訊息賣掉 把這個模式改成我收集消費者想要買的消費者的個資 我代購 你要買的人你要出錢給我 我幫你代購 就改變模式而已啦 還是一樣就對了 可能啦 可能沒有辦法 而且還可能這樣講 還可能就像剛才講的 個資會不會因此外洩對不對 肯定外洩 肯定外洩 對啊 所以我還聽業者講過 即使是使用手機掃QR Code的模式進場 已經實名了 實名以後再給這個QR Code 就掃QR Code進場 黃牛比較進階到可以提供付QR Code的手機 那成本就只是加上去而已嘛 我聽業者這麼說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實名制 可能要由業者自己主動去做 而不是政府來強制 我想經過今天的討論 當然這樣的一個議題 對很多觀眾講 真的是有被氣到的 也會很氣 但是站在更多的角度的時候 可能我們今天得到的結果 不一定是這樣 或者是說也希望給政府 更多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 不管怎麼樣 總之是希望政府 讓這個社會的一個資訊 能夠維持 那當然對一些觀眾來講 最重要的事情或許是一個 如果你真的很氣他 要不要發自內心 我們聚滿 讓他的票就卡在手上 那最後就沒有防得到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